今天人情话题来关心台风来袭 一大早台中的建国市场 涌入不少民众买菜做房台准备 先前8月份下大雨导致菜价上扬 好不容易价格回稳 又碰上了台风 菜价又有波动 小黄瓜涨最多 从一斤35元涨到65元 云林菜农更是忙着抢收 希望辛苦栽种的蔬菜 不要因为台风 又让它们血本没归 市场内人来人望 参数台风来袭 婆婆妈妈妈每人手提好几袋抢买菜 我前天买的话 大概高丽菜价大概在 最好的大概差不多50 今天看的时候普遍在60 差不多有一成多 平常买大概400 今天买了500多块 大概涨了两成左右 先前8月大雨菜价涨一波 好不容易价格回稳 又碰上台风 菜价又掌声响起 泼菜从原本一斤60元涨到75元 高丽菜每斤45元涨到55元 扫黄瓜涨最多 从一斤35元涨到65元 云林的菜农们熟练了 用刀子割菜整理摆放成堆 趁着上午还没有明显风雨 菜农赶紧抢收 我们才在5点就出门了 就像说今天在補风台 就来书看看 结果没有就来摸顺 是像说风台已经挂挂起来 今天真的做很大 今天说叫风扫 怕破坏了 就怕辛苦种出来的蔬菜 会受到天气影响 导致血本无归 菜农把握时间能收多少 是多少降低损失的可能 记者台中语林综合报导 いき建订队 请点赞订阅明言 혹欢迎订阅 您抢自眼